百萬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很大膽的含法 你覺得這個含法的含義是 進還是退 我從一開始 因為是肇事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真的覺得 宋楚瑜是要選的 可是當我含百萬的時候 我認為他是準備要退 沒有錯 宋元甥講到百萬的時候 很多人懷疑他會不會選 所以這也是他一方面沒有 但是他要沉澱 但是那個時候民調是往下走 這我們要承 然後我們就要講誤差一類 往下走就往下走了 這個要面對現實的 現在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也說這個事不怎麼樣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敢講最後是什麼結果 但是說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後超過百萬對不對 這個時候整個氣勢會不一樣的 湯龍講說有十例人 不會唱空城記 這個十億你要看什麼樣的情況 這是一個政治 這不是一個兩軍真正的作戰 這是政治手腕 鄭小平去求回歸會子的時候 是感覺自己什麼都沒有了 一個兒子也摔成殘廢了 每天在這樣 什麼都已經不中東沒有了對不對 可是等到那四人幫要垮的時候 等到人家發現馬英九選不上了 他不怕馬金報復的時候 然後這又會是個什麼形式對不對 權力鬥爭跟民主政治那個選票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你知道我不知道民進黨裡面怎麼樣 國民黨裡面有權力鬥爭 以前每次笑共產黨 我就常常想你們自己也在權力鬥爭 剛才廖老大一直在講說 如果有一天當民眾覺得 馬英九的支持度 可能他會選不上的時候 那個時候場面就不一樣 會發生從中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選票沒有人說冷在旁邊 就算今天我估我會贏 沒有人敢放鬆一步 因為那個選票是會流動的 當然 而且你一票輸了就輸了你知道嗎 票一開就一翻兩邊眼 沒有人敢說我今天贏5%或者贏10% 或者贏10萬票 我可以輕輕鬆鬆假裝沒有那回事打 沒有人是這樣幹的 我不知道那種 所謂非傳統的那種選戰 我不知道是怎樣打 我看過美國那個非傳統的選戰 從來沒贏過 但是我不知道宋楚瑜的非傳統是什麼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你說今天老師舉鄧小平那個例子 那個政治鬥爭不一樣你知道 我覺得不能用那個來看用選票 就像我講的 這些大佬們可能對馬英九不滿意 但是你說今天如果國民黨丟掉政權 請問一下他們像什麼 我想主持人也看過嘛 那些不要說那些將軍 你就算領了退休縫 日子也不好過吧 只有在那個婚禮場合 大家可以聚一聚 婚禮還算好的 婚禮還算好的 那要看就是因為那天那個大咖 是郝伯春的愛將的家裡面的婚宴 所以來了很多 平常根本沒有人嘛 所以你知道不管你是什麼前朝的 什麼行政院長總統 通通都跟一般老百姓一樣 所以這時候只有力挺馬英九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說會發現說今天按住宋楚瑜 然後按扯掉馬英九 我已經說過這些大佬們 將來就是政治流浪漢 OK 問一下 這個宋楚瑜其實讓外界比較感佩一點 就是說他常常強調天道酬勤 帶天行道還有 天道抽筋 現在又有一句帶天行道 那當然這個他這個 中興新春的那段歲月砸下的根很穩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類似的議題 這種投書 就是說這個假議題 就是說送參選是一個假議題 這一種其實對親民黨是不利 所以宋楚瑜其實應該要趕快 好像破釜成舟 就是說我參選到底 不管連署即使30萬 或者是百萬 反正我一定選到底 這個時候我想楊秋新這些人 才會真正站出來 因為如果說大家看你在那邊舉起不定 然後副手林瑞雄又再說沒有百萬 就要落跑了 那當然嚇壞了 這個連署變成誤會一場 所以連署歸連署 參選到底歸參選到底 把他敬畏分明 反正就是說我力破釜成舟 而且如果說萬一 當然是佩文姐不希望看到的國民黨輸 國民黨一輸絕對是像蔡英文一樣 馬上把黨主席交棒 所有回來 所有回黨中央 絕對是連戰這些人 吳伯雄這些人 對老派的國民黨這些人來講 他們高興都來不及 所以有這個氛圍在 你知道剛才溫申哥講說誰會回來 我差點以為他接宋楚瑜會回來 你知道嗎 我差點以為他會接 我覺得溫申哥 對不起 我覺得溫申哥講得很對 就是說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其實有好幾個非常重要 照市的場合 而且你要傳達給你支持者的這些場合裡面 宋先生還是沒有非常堅定的 把他參選到底要講出來 我覺得真的今天不管是李老大來講 或者是城鎮的城委員來說 都沒有你宋楚瑜自己來說來的有力 那你今天如果說 你到了去看傅崑崎 後來發現說那邊也冷冷清清 其實任何懂選舉 懂地方政治的人都非常清楚 傅崑崎是花蓮網 他就算躺在醫院裡面 他旁邊的人幫你動員一些人 絕對不是今天的場面 所以宋楚瑜何得聰明 冷暖自知 已經非常清楚 有動跟沒動 對不起我們連市議員的成績 我們出去 到底地方上有動沒動 你自己通通都看在眼裡面 那這個部分你要去怪說 傅崑崎也好 傅學鵬也好 或者楊秋新說 我去年幫你喊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冷冷的 我覺得說實在 在整個政治的現實裡面 你沒有辦法怪別人 同樣選民 選民又欠你的 會不會是因為有一個保留的空間在 當然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一個保留空間在 就是包括國民黨在 宋楚瑜要去登記連署的前一天 你今天還發一個聲明 說馬英九要親自去拜訪宋主席 然後那這些以你們新黨來講 所謂的泛藍 你會不會到現在還等著樂見說 他們會不會還有可能春短花開的一天 國慶 對啊 這當然你知道國慶 其實現在整個的泛藍陣營 仍然有人還有這樣的希望 但是必須要講 這一兩個月的發展局勢下來 你很難有這樣的期待 因為大家那種狠話全部都已經講進了 我真的要說 你說什麼禍國殃民啊 什麼什麼黑金沸騰 這些話全部都講出去之後 老實講 宋先生也好 或者親民黨也好 現在再來跟國民黨和 你有什麼臉在去面對你的民眾嗎 我覺得其實政治人物 他的誠信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你會講 此一時彼一時 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但是你政治總是有一些原則 所以現在只是能期待說 今天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大家的傷害放的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對宋楚瑜來講 今天既然你這個態勢 全部都已經造出來了 也就是你今天已經真的已經 這個劍好像就要發出去 那我覺得對於民眾來講 你變成你必須要更誠懇更負責 那我覺得如果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人去質疑 或者你剛剛講的那個空間 包含你過去的子弟兵 包含跟你以前過去交心的人 他都還覺得說 會不會有一天 我今天表態你送楚瑜參選 明天你就去跟馬英雄去見面合的話 那我覺得這問題到底是在誰呢 你們對於國民黨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近還發了一個聲明 你們有什麼話要告訴國民黨的人 賣狗狗的樣子 沒有跟他其實他中間的整個情況 我們很清楚不必談了 你覺得你們還有空間嗎 宋先生還會有空間嗎 我覺得宋先生自己決定 我是覺得他們這種方法 已經讓親民黨這些人怕到了 其實以前幾句也不是說 沒有想談談的事情 但是還沒動這邊就新聞就放 這邊的媒體主題就出來了 最中間有國民黨的大佬就親自問我了 怎麼這樣子 我剛剛跟馬文報告說怎麼樣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國民黨的大佬 我不講誰了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說 他要玩這個手法 那至於說剛剛我講過 就是我們的戰略複雜 但民眾我會不懂民眾嗎 我黨書記乾那麼久 我在國民黨也是算是會打仗的書記 對不對 那我當然會知道民眾 怎麼讓他單純領悟一些事情 我們當然很清楚 當然我們是一個資源最少 而且尤其在話語權 我們幾乎沒有話語權 蠻力媒體都在壟斷 我們沒有話語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考慮我們的作戰方法 一定要跟傳統要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當然會知道 我剛剛舉例鄧小平 他是講人情冷暖 我們這是戰法 絕對不是說這些大頭就有票 我剛剛不是開始講了嗎 盆栽嗎 那盆移動了盆栽 這些大頭就移動了盆栽嗎 我們是生根的小草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想這個要選 因為我跟宋跑過幾個地方 宋是一直跟他們講不要了 宋跟他們講說 不不不 你們2000年什麼 已經人金還給我了 但是人民告訴他 你已經給過我機會了 但是民眾我之前看到民眾跟他講啊 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們給你機會 求求你這次給我們機會 給我們出來解決我們地方問題的機會 那一個鞋場的老闆告訴他說 我們小的時候沒有鞋 但我們年輕的時候有好多條路 現在年輕人穿著很好的鞋 但找不到路 但沒有路 所以你有時候就是要考慮 馬總統說他當了四年總統 在前四年撥亂反正 後四年希望再給他一些時間 他能夠把台灣找到很好的出路 什麼類似這些 我想一個女的嫁一個男的 我想有用沒有用 四年已經很清楚了 不會再寄望什麼了 不會拿著仙丹靈藥 對不對 那仙丹靈藥對不對 你拿了仙丹靈藥 那你這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也有很多人當初是講的 你馬英有為什麼不去 為什麼不去請教一些 一些一些 不要不要送處一個人 很多人你為什麼不去請教一下 一些黨工 那今天在幫送的哪些 一些黨工啊 那我們對黨工 我們講得很清楚嘛 我們在六十年退出聯合國 六十一年中日斷交 六十一年尼克森到大陸 開始中美出現問題的時候 然後六十四年高免淪陷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這些年輕人大學畢業 不到學校不到公務員去幹黨務 你那個時候馬英九是 拿中山獎金出國欸 結果一出國你去拿利卡欸 但是這個都不管你 好我們認了 你知道我們當年看黨工 現在沒有退休金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東森鳳的 沒有十八八 你黨工沒有退休金 黨工費有退休金 但是他沒有什麼十八八 沒有什麼東西那個 沒有可以賣月領啊 一下給個三四百萬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了 結果你今天金普聰來 看不起這些黨工 民進黨籌劃我們是應該的 那我們真的像民進黨 講的那個樣子嗎 那講的那個樣子 現在國民黨早就垮了